日本东芝三巨头排排站 一统鞠躬道歉 曾经叱咤风云的商场名人 下台身影相当不堪 因为他们全被指控做假账 让东芝福报获利 一份有关于东芝财务的 独立调查报告21号曝光 内容指出 东芝身为日本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 却从2008年开始 涉嫌有系统年福报获利 1518亿日元 超过384亿台币 而且指使福报财务的主兄 竟然都鉴止利人社长 因为东芝的公司文化 就是老板之上 从2008年开始 三任社长都不择手段 做假账拉抬获利数字 东芝的丑闻成为21号的日本头条 一早员工面对采访 全都三间其扣 而包括先任社长田中九雄在内 一任三社长和多名公司高层 都因为涉入丑闻 被或引咎辞职 由于东芝股价从5月开始 就因为深陷做假账传闻 股价蒸发20% 如今假账案水落石出 社长引咎辞职 反而让投资人信心回温 21号东芝股价 一开盘就一路飙升 最终大涨6013% 记者温人君综合报道 大涨6013%